多久沒有吃蝦麵 上次聞到說 跟女友談談 沒有說很談 就是 通啊 說很談喔 沒有說很普通 你是不是還在 我直接 那你應該要說很穩 不是因為有本資在網上問說 他以為你已經跟著打小 很開心 就是被追 就 有機會的話 對啊 因為我覺得感情就是 很順其自然 對啊 因為誰也說不準 什麼時候怎麼樣 對啊 真的在一起久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明顯 比較像家人嗎 所以比較習慣嗎 應該算比較像家人 就是一定會有這個壓力嗎 就是一定會有這個壓力嘛 對啊 因為 畢竟 如果如果以後要生小孩的話 高零產婦也不太好 對 所以他問過你 從以前就會 就一定討論過這個問題 你這麼早熟 我看起來像小屁孩嗎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說 你 你年紀還算輕 就算你再怎麼 熟熟 可能心至大概 30 就是你已經有想到幾個分數了 一定會想啊 因為如果我要跟這個人 在一起很久的話 這是以後一定會面臨到的問題 對啊 所以其實從 以前就有在 以前會因為這些事情吵架什麼的 對 因為我工作性質嘛 對啊 因為我工作性質是 比較 不適合 結婚 所以他不開始 上班 因為他就想要一個 平凡的家庭 所以等於事先是先逃避這個問題 也沒有逃避啦 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真的是逃避吧 哈哈 經理事業 對啊 現在 這次 這個專輯 想沖一波啦 想好好沖一波